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理苦 大家好 这里是禅语 禅语伴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人死了会怎么样 南怀锦先生说 讲起来很有意思 很长的 死了断气以后 再像睡觉一样醒过来 这就是中阴身 那个行转过来的生命 也能够看见 能够听见 能够说话 能够行动 可是我们摸不着 接触不了 因为它没有物质的身体 所以人死后再醒过来 就具备了神通 没有时间的阻碍 没有空间的阻碍 常言道 人死不能复生 这本来是正常的天理 人死复生这种事情 也只能发生在虚构的各种智怪小说中 可是 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 现实中 居然有人 真的 死而复生 现在 我们要讲述的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发生在1994年 1994年 在四川一个很偏远的地方 有一位55岁的老人 去给在外面工作的家人送饭 然而 在去的路上 他看见一棵梨树 上面结满了大大的梨子 老人不顾自己的年迈身体 就爬到树上栽梨 结果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老人不慎 从树上摔了下来 并且是头部朝下 老人的头部 撞在了地上的石头上 当时就流血不止 被家人送往医院时 就已经宣布抢救无效 医生通知其家人 为老人准备后事 奇怪的是 他的家人却表现得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直接就把人抬到家里 放在床上 村里的人感到奇怪 便问他们 为何不准备后事呢 然而老人父母的回答 却让人大吃一惊 他们坚持说 自己的儿子会活过来 他还没有死 家人就心存着这样的念头 等了一天又一天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们一天比一天失望 但是他们还是坚持着 没有准备后事 终于等到了第七天 他们的儿子终于复活了 这件事引起了人们 广泛的议论和调查 新闻媒体竞相采访 最后 两位老人透露 在我儿子死的前一天 我梦见他小时候爬树摘梨 奇怪的是 那棵树就长在悬崖边 当时我就吓得心惊胆战 突然 他从树上跌落 我吓得差点从梦里醒来 可是当我注意看时 却发现 在我儿子跌落的过程中 好像有什么不知名的东西拖着他 他下落得很慢 几乎是轻飘飘地落到了地上 当时我就想一定会发生什么 醒来时 我把自己的梦和老伴一说才发现 原来他和我做了同样的梦 于是我在儿子出门前特意提醒他 直接送饭 不要在路上逗留 他听了我的话说 我是被梦吓到了 搞封建迷信 结果他还是出事了 哎 医生通知我们准备后事时 我还是不敢相信 后来 我想既然做了这个梦 就一定有深意 所以我坚持不帮他准备后事 我想他应该会活过来 我想试一试 毕竟在梦里看他可以转危为安 结果你看 他真的活过来了 我想这应该是祖宗保佑 上天怜悯 而后当人们询问那位死而复生的人时 询问他在死的时间 他都在干什么 有意识没有 他回答道 在自己躺在床上的期间 他觉得自己一直在做梦 而梦境里只有一棵梨树 反复地出现 梨树周围笼罩着一层层白烟 他也被围绕在其间 有时候他也想走出去 因为总觉得从白烟外 传来母亲的乌患 就像儿时换自己回家吃饭一样 可是 他走啊走啊 不管他走到什么地方 白烟和梨树 好像总是跟着他一样 终于 不知道过了多久 白烟渐渐消退 他睁开眼就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而后就是闻讯而来的亲人 一般说来 死而复生 这在佛教当中倒是讲得通的 一般出现这样的情况 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是福德无穷 善法相继 二来是因为直取身体 此生因缘未尽 《百玉经》当中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天人显现衰向 即将堕入恶道 于是他去向佛陀求助 然而当他到达佛陀处的时候 他作为天人的命数已尽 神识竟然进入珠台 幸好他那作为天人时候的身体 在被迫舍弃时 恰好向佛陀的方向是跪拜姿势 以此福德利 那头猪刚一出生 便刹那死亡 神识也重归了天人的身体 这个故事很有代表性 既是这个天人的德福无灭的功德力 也是他直取自我身体的定力 至少通过这个故事 说明一个人的死亡 并不是根本的结束 自身会根据业力的推动 而出生于不同的轮回道中 而由于巨大的个人 对自己的执着 重回原有的身体 也就并非不可能了 佛为众护主 慈悲勤护生 面对死亡的时候 实在是万分恐怖的时刻 谁能救你 佛能救你 佛是众生的护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佛以大慈大悲 昼夜不停 恒时救护众生 什么是大慈 要给予一切众生安乐 什么是大悲 要拔除一切众生痛苦 他的这种心 这种意念 是真实的 不变的 他有大慈大悲 所以一分钟也不会停 一刹那 也不会放弃 恒时救护众生 护主这个词 不只是我们这些弟子 对他的称赞 而是事实 为什么会成为护主呢 因为他以大慈大悲 恒时救护一切众生 所以是护主 所以趁夜里还没有现钱 死亡还没有来临的时候 提前准备 做好预防吧 不要放异 死亡 钟阴森是真正的大事 大家应该要有所考虑 把他当成终身大事来准备 我们现在就应该精进起来 好好地消除业障 把业障通通消掉 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 到时候就没有事了 这样 无论任何时候 都不会遭受痛苦 临终甚至进入中阴森的时候 也不会有恐怖 不会有痛苦 对于佛教而言 生死中发生任何的不可思议 都是可以解释的 但是所有的原因 都来自于自己的过去的造作 而非外在境界的加持 也正是因为佛教极为重视自身 善恶的因果显现 所以佛教并不主张轻视此生的肉身 我们在思维佛法的种种功德的时候 更多的是应该去思考 如何放下自我的执着 毕竟 即使是能够凭借自己的执着 重回肉身 也终有因缘散尽 再入轮回的一天 愿有缘的人们 能在我的视频中 好好地体会其中的佛法异地 使自己的修行日日尽异 南无阿弥陀佛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语陪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